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吕蒙死于关羽的亡魂所命,吕蒙尽收京香之地后,孙权犒赏三军,设宴为朱将庆功,孙权亲自酌酒赐吕蒙,吕蒙接酒欲饮食,忽然至杯余地,一手揪住孙权,礼声大骂曰,立言小儿,自然蜀碑,还是我否,众将大惊,急救时,只见吕蒙推倒孙权,大步前进,坐于孙权位上,两枚倒树,双眼圆争,大合约,我自破黄金以来,纵横天下, 三十余年,金被辱,一旦以奸击涂我,我生不能带辱之肉,死当追吕贼之魂,我乃汉寿亭侯,关云长野,孙权大惊,荒芒绿大小将士跪拜,只见吕蒙到于地上,蹊跷流血而死,众将见之,无不恐惧,罗冠中的这种写法,当然是艺术夸张,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,关羽亡魂所命的情节的,罗冠中这么写,一是觉得关羽死的太冤,迎合人们对大英雄关羽的, 崇敬惋惜之情,另一个就是,要突出关羽的英雄气,即使人死了,也要报仇血恨,当然,这样的描述,也不可能是吕蒙的真正死因,而在新版电视剧,三国里吕蒙之死,则另有玄机,竟然是被孙权毒杀的, 在该剧中,吕蒙夺得荆州后疾病中,孙权召见陆迅一世,陆迅见孙权之前,张钊对陆迅说,主公让大都督去夺荆州,拿下荆州,不要伤害关羽,大都督一意孤行,把东吴逼入危难之中,他的死也算上天报应吧, 这段话显然并没有历史根据,吕蒙刚死,陆迅掀开他的被子看到,吕蒙脸色铁青,发紫,口角流污,再加上张钊的话,由此推出,吕蒙因违抗军命,被孙权毒杀,这就完全是异想和任意发挥了,在新三国里,为了支持吕蒙被孙权毒杀这个论断,剧情还做了大量的铺垫,吕蒙攻下荆州后,首先做的就是社谭祭奠周瑜,以报周瑜当年的知遇之恩, 而不是报孙权之恩,犯了大忌,当陆迅传孙权令夺下荆州后,助手修养,不能斩杀关羽时,吕蒙却命人关闭城门,不让陆迅进城传令,又令人追杀关羽,还让人打着自己的帅棋,把陆迅引向相反的方向,并据此认为,这明显是违抗军命,吕蒙一心想置关羽于死地,这是要把战火引向东吴,宗官上述阴谋论,剧中吕蒙可能被孙权毒杀的原因, 有以下几个方面,一,违背了孙权的意愿,将获水引向东吴,二,誓报周瑜而非孙权,三,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,四,拥兵自重,功高震主,其实仔细想象,前三点都是站不住脚的, 因为杀死关羽这种级别的敌人,是不可能没有预案的,孙权知道关羽无法归降东吴,如不立即除掉他,历程后患,于是下令就地把他杀了,究竟是被俘斩首,还是死于战阵,没有详细记载,至于世报周瑜而非孙权,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具体事实,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之称, 只能算是金人的猜测而已,根本站不住脚的,根据孙权后来对待陆逊的做法,拥兵自重,功高震主,倒是为孙权所顾忌的,吕蒙虽然早就是比较成熟能干的将领,但在培养其成为将帅之才方面,孙权还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,吕蒙曾在孙权的劝说下发愤读书,而后成为了将帅之才,可见孙权对于吕蒙是有知遇之恩的,况且在吕蒙才力大, 大公威望郑龙之时去毒杀他,这也不符合老谋深算的孙权的套路,而且这种做法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蛛丝马迹,实际上由于长期征战,特别是吕蒙年轻时在战场上吃过很多苦,经历了很多艰辛,导致疾劳成疾,早就染病在身,时好时坏,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,在习取荆州之前,为了迷惑关羽,吕蒙还曾假托,患病去健康休养, 所以说,在夺得荆州杀死关羽之后不久,蒙即发也属正常,而后不至身亡,享年四十二岁,虽属突然,也在情理之中,后世也有人猜测,可能建安二十四年,无得发生过瘟疫,因为实在吕蒙,甘宁,孙角,蒋钦,先后死去,君是壮年而病死,这也仅是猜测而已, 根据三国志,无书,吕蒙传所在,夺得荆州之后,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,风缠灵侯,赐钱一亿,黄金五百斤,吕蒙推辞再三,不肯接受金钱,孙权不许,风绝还未颁布,吕蒙疾病急发作,孙权当时在公安,就把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,千方百计,枕至护理,并且下令,在国内招募医者, 有能治好吕蒙病的人,赏赐千金,孙权尽心为吕蒙治疗,每当医者给吕蒙针灸,孙权就为之难过,孙权想多看看吕蒙,又怕他太过劳碌,于是命人凿痛墙壁,暗中观看,如发现吕蒙吃下点东西,孙权就高兴对手下人有说有笑,如发现吕蒙不计饮食,孙权就长须短叹,夜不能寐,吕蒙病情略有好转,孙权就下达舍令,让群臣都来庆贺,后来, 吕蒙病情加重,孙权亲自到床前探视,命道是为他祈祷,想保全他的性命,但吕蒙终于在内殿中去世,孙权悲痛万分,唆使简眠,已是哀悼,从吕蒙临死前后,上述细节来看,他应属正常死亡,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在内